这个是延伸心理,所以请各位自己开一个新的档案 也许叫大乐透开奖程式之类的 那能做什么呢?其实很简单 这边请自己再设计一下,也许不一定要有这个格式 你这个格式要怎么颜色都可以自己加上去 那主要就是从哪里呢? 从那个 A,A蓝大概就是到 第八列,然后上面B1是开奖,我需要怎么样 按下大乐透 自动帮我输出结果 这个结果的话呢,就是 就是从那个1到49号 帮我放在这边,1到49 所以特别注意,如果以后你看到1到49的话 是乱数,你就会想到RND 对,小瓜糊 乘上多少呢 不过其实 因为我们如果刚刚是从0开始的话 从0开始 那你就是不需要加1 那如果说 假设你1开始,你后面就加1就对了 为什么加1呢?因为它从1开始 因为RND最小是0嘛 它不是1 所以你加1之后,它就从1开始 那如果它基本上有1的话 那我这边可以乘上多少呢? 乘上 如果乘上50的话 50 那它最大的 最小当然就0 0加上1 那就是1 最大的话呢 就是 外面还要再包一个RNT 包RNT之后的话呢,它就是49 那49再加1 50不对 所以特别之后,这个不能是50 就是49 所以你会发现它有一个规则性 如果1到49 这边不是1 这边不是49 好像 好像似乎是可以把它当一个公式背起来 所以以后你要 多少,很简单嘛 就是 开始的后面就加 就是加多少 放这里 然后呢 后面那个就是乘多少 外面一定是RNT OK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 基本上 我修一下给各位看 大概我们的结果 分两阶段 一个是输出 自动帮我输出 而且不能重复 第1个 第2个的话呢 大概后面这个可能是比较难的 我是额外鼓 因为我以前在 交过那个VB大内测 里面也有类似的东西 它可以启动一个表单 把这个表单放进来 因为如果你这样子看 感觉很多 但如果说 你 做成这样子 因为如果你这样要抽奖 抽奖的话呢 最好是可以按下开奖 有变化的感觉 对不对 不最好 它还有动画 只是说那个动画 我想 那个 还是可以写得出来 只是说 应该已经够了 这样已经差不多了 那也就是说呢 有6个号码 再加上一个特别号 其实跟这个是一样的东西 差别是说多一个图而已 OK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第1个 大乐透这个部分 它怎么做出来了 我们大概来看一下 基本上 城市不多 首先的话 你要思考几个方向 1产生1到49的号码 2的话 检查是否重复 如果重复的话呢 就让它重新产生 如何让它重新产生呢 这边有个叫GoTo GoTo的叙述就是说呢 这个后面没有冒号 上面有冒号 这个叫标签 请你帮我回到这边 也就是说 可以让城市 具有回头的功能 有没有 比如你城市跑下来了 那可是问题呢 我有重复了 那重复意思 你再回头到 开头的位置 重新来过 OK 这个VBA里面这个功能还蛮好用的 为什么 因为有些时候啦 你城市跑过了 可是呢 如果你 还要再重新产生一次 那城市码明明就在上面啦 你总不可能说 在这边又重新再写一遍 可是问题又再写一遍 那如果又重复呢 那又再写一遍 那不是无止境的嘛 对不对 所以这个时候的话 你可以GoTo到上面 请你帮我重新产生 应该可以了解那个逻辑吧 所以基本上 要把这件事情做完 当然有点难度啦 不过 我前面讲过了 你可以把步骤尽量把它拆解开来 所以其实基本上 同学在问我问题的时候 其实我都是在拆解 拆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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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拆开来之后的话 那你的答案慢慢就凸显出来了 OK 所以像这一题啦 如果我们不拆解 你说 好难 天哪 这个要怎么做 可是你拆解开来这两部分 一 帮我产生 这个范围 总共七个号码 放哪里呢 放这里 放这里 那这里是哪里呢 For i 等于第2列 到第8列 的b 栏 记得哦 这个是以输出的角度来看 输出写前面 有没有 For i 等于2到8嘛 等于什么呢 刚刚得到乱数 阿不就OK了 有没有 所以其实基本上呢 我写的方式是 直觉的 我不是说我今天 我把它背起来 从来不用背 有没有 应该可以理解吧 For i 等于2到8 然后输出到哪里 输出到这里嘛 阿不就是把刚刚的那个 丢过来 但是 会不会可能有重复 有可能啊 如果你这边没有检查的话 假设我今天 我给各位看一下 这个地方如果没有检查 我把检查这个地方 注解掉 不检查 OK 麻烦试一下 基本上输出 要不要放里面 直接执行 有没有重复 4545 其实重复的几率还蛮高的 为什么 因为49 的号码要输出 8个号码 那其实这个 比例上来看 如果你多按个几次 它就很容易就 4242 又重复了 有没有 所以基本上的 这种的 重复几率 蛮高的 但是呢 它可能 重复一次 重复 两次 就是第2次 再产生的 重复的几率就很 很低了 刚刚我们是按 两次重复 第三次就不重复了 所以基本上有可能是 到这里 再一次 再一次 所以基本上不会跑第3次第4次 大概跑了两三次就 就已经不会 所以不会说跑很久了 那个感觉是瞬间的 即便它有重复 可是也没什么感觉 那我们来看一下 后面的第2段程式 OK 来看一下 检查是否有重复 我要怎么检查 这个后面的那个 是一个演算法 这个也是 好像也不是我自己想出来的 我也是参考别人的 那怎么检查呢 比如说呢 我有 总共有7个号码 那我要怎么检查 是 花的时间最短 当然你会想说 他跟其他的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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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对 这个逻辑应该没错 对不对 可是问题 你如果他 跟其他的比 他 再跟其他 可是问题 第2次 如果 他们两个已经比过了 那你干嘛还在比 对不对 所以基本上第1次呢 他只会比 6次 第2次的话呢 只会比5次 第3次呢 只会比 4次 3次 3次 2次 有没有 比一次 不用再比 最后他还跟谁比 已经都比过了 对不对 所以呢 以这样的逻辑啊 不过这个其实 对各位来说 如果你那个程式基础不是很好 可能会是一个困难 但是我跟各位讲一下啦 反正你们将来如果马上 也许现场没办法 马上听懂没关系 回家再想想看 我的逻辑基本上就是这样子 这个 跟其他比 一直往下 可是问题 程式要怎么撰写 这边的话需要两个变数 一个是i 一个是j 那这两个变数的话呢 我们就是 我刚刚的逻辑要把它写出来的话 for i 等于1到7 这个1到7是指的我要抓哪一个数字 for j呢 是指的是 我要跟谁比 我印象中是这样的 所以1到7 抓第1个 跟谁比呢 追 i加1 特别之后为什么i加1呢 因为要跟下一个比 有没有 其实这个我刚开始会想很久 卡非常非常久 不过后来通过之后 原来就是这么一回事 第一次一定是抓他 他是i 跟谁比呢 跟他下面的